说明档,这个可能要找那个英文参考,里面物件模型的application物件 这个物件,里面就有on type方法,我刚刚提到 on type方法就是刚刚讲的,你可以用类似闹钟的 就是每天或者是多久,底下都有说明 比如说15秒之后执行,那你可以参考这个 如果在下午的5点执行,你可以参考这个 执行的my procedure,这个my procedure指的就是你那个sub的名称 比如说股市下载,也许你就是几段 直接去找,这里面都有,所以其实它说明档有些地方还蛮值得参考 就是on type的方法,那基本上 在那个application物件里面,反正物件呢 它大部分基本上就会区分成 这边是什么,你就是物件模型参考 那它会用那个英文字母排列嘛 所以application往下找,它是application物件 那一个物件的了解,反正你就注意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它的事件 事件就是当发生什么事情,有这么多啦 不过通常不见得每个都会派上用场 然后还有方法,另外还有属性 事件,方法,方法就是做什么事 属性的话呢,像什么screen updating,或者是等等,这边就属性 反正每一个物件都会有包含这三个东西啦 所以如果这三个了解的话 基本上这个物件你也可以能够很容易的就全部都掌握了 但是不见得里面所有东西你都要每个都会用到 不是哦,所以你要懂得会查啦 所以没有人说全部都把它背起来的,没这回事 主要是,比如说这个有点像软体零件 这个零件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里面都有说明 所以有空的话,你就里面稍微瞄一下,看一下,点进去看一下啦 这里面就有很完整的相关的 比如像什么send key,有没有,repeat,wait 顾名思义嘛,反正如果你不会用没关系,你把它点进去看一下 用的时候就知道啦 所以基本上哦,像VBA你说哦,有些同学也想说老师哦,这么多怎么学得完啊 不知道什么,其实本来就不是要你去背 而是要你去学习怎么样 学习怎么去使用这些物件的一个逻辑跟方法 没有人说用背的 有些同学就是用背的,不然就用抄的 要不然就是用人家的范本 对不对,如果人家没有给你怎么办 那你就没有办法做出来,所以基本上哦,像我自己啦 我通常也不太,偶尔会去参考一下别人东西 但是最后还是会以官方的第一手资料 这个就是第一手资料 去看一下,然后呢 再去try一下,利用一些除错的方式 变数里面放什么东西 放对的东西,它就给你产生对的结果了 OK哦,类似有这个部分,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第一个application刚刚有提到的 第二个的话呢,我刚有提到就是在那个 我们的进阶范例里面 有一个就是什么,其他补充范例 我是放在这个其他补充范例89这个进阶里面的下载 那其中的话就是有一个什么呢 用那个观测站这个啦 其实这个我也是花很多时间 每一个范例其实都非常花时间 这里面的话呢,到底要做什么呢 它是一个JSP,有没有 意思是说它背后是用Java写的啦 Java,所以为什么人家Java到底 主要,要不就是做网页嘛 对不对,要不就是用应用程式 就是视窗的,不过视窗用的比较少 另外就是手机啦 手机那个Android嘛 Android的话就是用Java写的比较多 OK,所以大概这两个应用 现在很缺这方面工程师啦 因为不外乎用,要用就是网页上面的东西 不外乎就是手机上面的东西 然后JSP后面可能就捞一些资料库啦 也是一样 所以像这个是官方的 那这个这个里面之前有同学就是他的需求是什么 他需要什么 去下拉台北,比如台北市 台北市有这么三个 然后呢,有日报表 月报表还有年报表 那他必须怎么样 必须要先切这一个 再切这一个 得到这个东西 他需要怎么样 切完之后把这边资料抓出来 放在那个Excel里面 变一列 把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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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总共几个变成一列啦 OK 然后再换下一个 台北 有没有,你会发现这个又变更了 这个又变更了 那如果说呢,他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他就是切过来之后呢 Ctrl-C,Ctrl-V 可能Ctrl-V之前他转置一下啦 转置变成横的,变一列 变一列 可是这样子的话呢 他里面有这么多线式 每一个线式呢 又必须要再做一次 有没有 板桥然后淡水 那如果说呢 今天主要是要切换这个动作 OK,切换之后的话呢 他会自动什么 去抓到底下的资料 那你再把它填上去 那不过我是有实作啦 不过好像他这个网站 偶尔会又变动一些东西啦 所以我大概做出来 我看一下 给各位看 那我有把原始码 放在网络上给各位看一下 那里面不外乎就是先给他UI Create object一样 然后呢 NameGate就是到那个网站去 等到他已经抓到之后 才去抓 但是呢 我会让画面等一下 为什么要等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 难保他网页还没Ready啦 就让他再等一下 那没关系 因为有的时候你太快资金 所以呢 如果你要让程式 停下来什么事都不要做 就是这里 Now就是现在的时间 加TimeValue一秒钟 如果你要停两秒钟 像刚刚有同学 那个BBB 有没有 你就把这个拿来参考就好 就这一行 停一秒钟 换下一个B B B 它就还会B 不然的话你一下子丢 很多个B 它不会 它就只有一个 OK 然后呢 再去抓里面什么呢 抓里面Tags 这个Tags指的就是说呢